从我们的收入规模来说 在2022年我们录得了6423亿的收入规模 总体来说我们和2021年保持了相持平的水平 2022年研发投入的总体规模是1615亿人民币 研发费用率是25.1% 这也是我们历史的最高点 净利润方面我们实现了356亿人民币 净利润率在5.5% 那这个利润率对华为来说可能是一个历史低点 当然我们的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经营利润的下滑 使得2022年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下降至178亿人民币 在2022年的年末 我们的净现金保有量是1763亿 可以支撑公司业务的投入以及应对风险的发生 总而言之在2022年 整个公司的经营依然面临了较大的压力 整体的经营业绩是符合预期的 财务状况持续稳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